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愿每天清晨我们都来领受神的话 因为祂的话在历史的洪流中是可以被印证的 祂对祂的选民立定的也是永远的约翰应许 今天我们宁修的经文就在诗篇第105篇 这是一首赞美诗 当我们纪念神为我们成就神迹奇事时 那种心情会向大卫当年迎接约会 进耶路撒冷时忍不住手舞足道 越想要发出对神的颂赞和称谢 也想在万民中宣扬祂的圣名 并且时常来到祂的面前寻求祂的心意 这一篇内容很特别的概述了以色列明的历史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 以史为尽可以知心替 这一首赞美诗 这首赞美诗隶属了耶和华在他们列祖身上的应许 立约和祝福的种种恩典 我们从耶和华和亚伯拉罕的立约 应许他后裔要像众心一样多 要成为大国 赐福给他 也叫他赐福给别人 接着 耶和华继续向以撒起相同的誓约 而这约也成为雅各的律例 是向以色列明所定的永远的约 神总不离弃他们 直到神成全了他所应许的 这段历史真的可以让我们 充分地认识神在以色列选民历史历代所表现的爱 前阵子社会上有一波寿司归于改名之乱 这是人们为了贪图迎头小利 专法规之变 任意更改自己的名字 改名者 可否想过父母当年的命名 对孩子是一种爱的约定 另外 还有一则新闻 一名男子为了延长婚嫁的天数 这一对夫妻 透过三次办理 结婚离婚 再结婚 再离婚的登记 而取得了三十二天的婚嫁 这真是先例约 后悔约的极致表现了 然而 即使以色列民 几番忘了上帝的作为 上帝能为他自己名的缘故 拯救他们 为他们纪念他的约 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 他也使他们在反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 因为上帝与他的选民所立的约 是永远的约 他是信实施慈爱的神 他一直都在 对我们而言 他是不违约 不毁约 不解约的神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因着你十字架的救恩 使我们凭着白白得来的应许 做神的儿女 像以上一样 我们既是神家中的人 当遵循神的律力 法度 而我们约是纪念神所立的约定 我们一定可以成为和神心意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